王爺,你怎么了? 我把我同事车搞丢了 赶紧给我买一辆 不是,这事又不怨我 我给他放门口了,好吧 放门口怎么会这么难? 那我又要是网吧了 你别急,我去帮你找一找 别找了,大不了我赔他一辆 算我倒霉了 王爺,你一个月工夫才多少 辛辛苦苦的,这一个月不就白干了 不是,你瞧不起谁呢 我用不着你在这可怜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知道 舅舅,你干嘛呢? 你不是说给他买辆新的吗? 不是 我都说了你别管 你花这钱干嘛呀,还给他买新的 叫你女朋友长得漂亮又会犯事 诶,等一下 这个车不能给你 什么意思啊? 你的车顶多几百块钱 我凭什么给你买辆新的呀 这不也是你抢 不是,那有本事你自己去抢呀 不是啊,他那个车破得很 你给他买个20就行 没必要给他买新的 就当给你长长记性了 算了算了,我认了认了 往后我的事你就少管,知道吧 王爷 咋啦,你车不是骑走了吗 你还想干嘛 误会了 什么误会了 车子没丢 被老板骑走了 那腰上 啊 没事,车就送你了 我之前听王爷说他刚来的时候 我们也挺照顾他的 有个民工城市的 小朋友也不照言 小事小事,没事 那我们去吃饭啦 走,我也了 去吃饭 我是如此相信 在背后支撑的是你